看我真的對他超不捨的 就是勇士隊今年打進了冠軍賽 很有可能會獲得總冠軍 我一直以來都是他們的鐵粉 今天我要把它換成我現在的一個夢想 我一定會幫你買回來 我今天要拍的這個影片呢 就是要告訴大家就是 我要把我買的一支很昂貴的手錶 拿去賣掉 把賣掉的錢去買一張通往美國的機票 那為什麼會有突然有這麼衝動的決定呢 是因為我很喜歡的一支籃球隊 就是勇士隊 他們在今年打進了冠軍賽 很有可能會獲得總冠軍 那我一直以來都是他們的鐵粉 特別是今年想要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今年可能是我最喜歡的那三個人 就是Curray Green還有Clay Thompson 今年算是他們職業生涯最尾聲 可以看到他們三個人在總決賽的舞台 就這個衝動 我想要去現場看他們打球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 每個喜歡籃球的男生心中的夢想吧 就是親眼看NBA籃球比賽這樣 我想要講話的時候我都超緊張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的工作沒有之前的那麼穩定 相信大家都一樣 就是因為疫情有被影響 所以錢收入啊真的比錢少很多 就在這個時候 然後我的球隊們又找到總決賽 然後我也覺得 突然有這個衝動想去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要把握 因為我也怕我未來會不會更沒有時間去 衝動出國啊 然後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這支手錶 啊 這支手錶真的是 他跟我兩年 對我是2020買的 然後它是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支勞力士 我真的很喜歡他 因為他真的很帥很不好看 一直沒有高調的說 我有買一支很昂貴的錶 對 對 好我現在可以 我現在可以承認他了 對 這支錶 那時候買的是差不多40萬左右 那為什麼會買這支錶呢 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有存到一筆錢 也開始在學會投資 就是投資股票啊 剛好有一個 從國外住很久的舅舅 跟我分享 其實男生也可以把錢投資在手錶上 因為有些手錶是會增值的 然後我聽到增值 我就覺得 它是一個投資 而且它可以帶 然後我就聽了舅舅的話 就買了我人生的第一支錶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提那麼多的錢 我記得有人都要去櫃檯領40萬吧 提著40萬 騎摩托車 然後去買這支錶 所以它是我的第一次 然後也是我的人生定義支錶這樣 特別想要說就是 那時候會覺得 是不是有錢人都要有一支名錶 然後會有一種這樣迷失吧 也在這支錶上面學習到就是 其實這種所謂的奢侈品 遠遠不及你自己心中 到底是誰來的重要 就是他不能定義你 就是你唯一能定義的只有你自己 你不是帶了他 你就是一個有錢人 或是你不是帶了他 你就會變得多厲害 其實並不是 這個也是我在這支錶身上學到的 那今天我要把它換成了 我現在的一個夢想了 我其實還是有點難過 因為你也知道就是 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你突然要跟他離別 是真的很難過的 對 那我相信我這個決定 應該是不會做錯的吧 那我也要跟他講 就是謝謝你 就是你教會了我價值觀 我現在不是把你賣掉 我現在只是先把你借放在那邊 去實現我現在該實現的夢想 在未來我一定會把你買回來 真的很好看 這支錶真的是 好像是我兄弟 超好看 好 然後我現在要把我的錶 走進去我的盒子裡面了 因為我已經約好賣家 今天待會就要跟他見面了 所以等一下就要去教你了 那 然後我也沒有比價 我就是 我當初我在那邊買的 我就在那邊買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回家 因為我覺得那個老闆真的是 我覺得人蠻好的很貼心 然後當初 他也覺得我很厲害 就是年輕輕可以買 這麼昂貴的錶 而且那時候他還送我貼模 我覺得如果在看這支影片的人 然後覺得衝了啦 對啦 你這樣 這樣的想法是對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個想法 可是當你是我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的很捨不得 因為 就你可以留著這個 這個寶貝 然後 就未來再怎麼吃進 你還是有這些錢 可是現在是你要把這個錶 換成那個錢 然後把那個錢還去划 但我還是覺得 反正 我還年輕嘛 衝吧 也許出了國 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在這輛旅途中 也許也會有不一樣的人生體驗 一定會幫助我 更進步的 衝吧 去把這支錶 換成錢錢了 我的小籃 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主人 然後那個主人可以好好的照顧你 拜託拜託 謝謝你 真的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你要找到新的主人哦 好 走吧 GO 嗨各位 我已經到了鐘錶行前面了 那準備要把我的心跟寶貝 先放回家了 現在還是很百感交集 但是 兄弟 我們之後再見了 好不好 我先去實現我的夢想了 我的心黑的手錶 你心黑的手錶 看我真的對他超不捨的 紀念一下 紀念一下 那你想賣多少錢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外面問過 這個現在都超價收了 超價超價 你那時候 老婆那時候買多少 39 我們現在收會收在44萬 哦 漲價了 漲價 我也老實跟你講 因為做生意不能騙你 為什麼會漲價 啊他就漲了啊 你也要可以 我也可以賣 跟你買39元 對啊 不能騙你啊 就是 有漲我就老實跟你講 所以我就用漲的價錢收 啊 有 有跌的話 我才是用八折收 所以他是漲的狀況 所以你是賺錢 但是我們做生意 這老實跟你講說 這個 目前的行情是往上漲 哇 我現在會漲人家 啊 為什麼會漲 我不知道 市價漲 沒有沒有 他就是 外面的行情有漲 就是跟著漲 我們是跟著市場走 啊 跌的話我們就是跟著停 哦 哇 那我 就算是 小欠星嗎 因為我沒有去 我完全沒有比價 我就覺得在那邊買 我就在那邊賣掉 對 然後 我以為 會賣到什麼35萬之類的 沒有 沒有 我沒有去跟著講 好不好 那你OK的話 我就直接拿欠星給你 好好好 那就給它44 整數 我真的沒有想到 他竟然還會漲 你剛好貼不明一些機票 真的 謝謝你們 還可以買 看一下哪邊 好 沒問題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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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把那樣的 我們趕快先把那樣的 那樣的 那樣的 車子 所以先把 你要個袋子嗎 好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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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真的很謝謝這個 柏恩鐘表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老歷事件漲價了耶 五百三十九萬多 然後 然後 馬市四四萬 還多了 四萬多塊 可以補旅行的費用 耶 好 那我們就是 今天把這些錢 拿去做我的第一個開銷吧 因為我已經計畫好 該怎麼花呢 好了 那我們就 去下一站吧 GO 好的 我現在已經到了光華商場 那我要買的第一個東西呢 就是 無線麥克風 因為我覺得我到美國 我一定會有很多外景 那外景的時候會有很多風 然後我有上網看一些YouTuber 他們如果沒有用那個 無線麥克風的話 收音其實非常差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未來的相機我也可以用 手機也可以用 所以我都用得到 我覺得它是一個正資產 所以我決定我要投資它 不要說買它 我要投資它 哈囉 我要找那個 無線麥克風 是 你要用在什麼設備的啊 我想想手機跟相機都可以用的 這一組可以 因為它兩條線都有付給你 然後它的價位也沒有那麼貴 是喔 對啊 那收音效果怎麼樣 收音效果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說是要正常的採訪 這個完全沒問題 不太需要太擔心 你要入口 價格就是四千三 然後我們會送一個收納 就是像這樣子的收納機給你 喔 啊你就像我們一樣 就是線材這些都可以收在背面這裡 好啊 好啊 OK 啊要黑色的 嗯 好 謝謝 謝謝 老闆還蠻好的 給我細心講解一下 不錯不錯 剛剛裡面應該要買這麼貴 好了 謝謝你喔 謝謝 掰掰 耶我買到了 算是迷你麥克風 原本以為預算要花到一萬多 因為原本要買那個弱的那個牌子 可是那個老闆超可愛 他居然是推薦我就是CP值更高的牌子 如果我是個店家的話 想必一定會希望自己的店家多賺錢 可是老闆居然這麼的可愛就是推薦我一個 比較便宜的牌子 然後更好用的 那我覺得也蠻也蠻算 小確幸耶 遇到這麼這麼這麼優質的店家 對啊 那這個就是買到了 然後現在還更便宜 就比原本的價錢原本的預算的話更便宜 那希望這台可以陪我用一陣子這樣 然後 耶好 那去美國的前期的設備準備到這邊 那因為我距離我去美國前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這幾天要好好的安排 到底該怎麼樣規劃 我們這幾天到這邊 那 希望這個衝動是值得的 現在看起來都很勝利 很開心 好先這樣 Peace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